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金融对手的这些粉丝或应付恰恰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那这时候呢你要去听他们在说什么 那这些呢都跟我们是有结合这种关系的 基于这个聆听之后再来看 我们应该去跟他说什么 就是一定要先学会聆听 那在第二天呢你会发现 当他听完之后呢再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什么呢 有针对性 他可能说了一些正面的 那我可能结合了他说的内容 以及呢这个人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我采集到的这些标签 比如说我采集到的标签可能是 《九成后》《电影迷》《爱追美剧》等等 那我跟他互动的内容就可以有更多的这种个性化 那如果他讲了负面的 我可能通过客服来做其实的这种社交上的这种客服 让客户本来是这种投诉的这种不好的一些心情 快速得到一个平复 甚至有一个很意外的这样一个惊喜 这种满意度呢反而有些提升等等 那我们再讲 在对话过程中 我们基于聆听所触发的这些 营销 销售 服务等等 包括一些会员都可以有很多这些系列 在这个公众性的这些对话 那互动做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我们要开始做什么呢 要主动的做活动来培养他们 第一个 让他参与进来 我们要组织粉丝活动 让他参与进来 同时呢 让他有这种参与感 那进一步来讲 我们品牌以前在选代言人 那代言人往往是什么呢 是明星 这种请了明星 花了很多钱过来给我们代言 但实际现在 我们在逐渐的推荐我们的企业客户呢 做什么呢 不要再去请明星了 请什么呢 请我们的粉丝 来做代言人 大家可以想到 当我们一个品牌 在选粉丝做代言的时候 那我们从这种报名 报名的海选 往上投票 然后预选进来之后呢 在一级一级的各个区域 不断的一级进行选拔 进行投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粉丝在参与 粉丝呢一旦参与之后呢 他可能发了照片 参加这个活动 一旦被预选上之后 他可能会拉他的这种 微博微信 还有线下的各种好友 都要来给他投票 这一投票的话 意味着他的社会关系 被他带进到我们的这个 品牌的这个范围里面来 所以粉丝的代言人 刚好利用这样一个活动 就可以把我们 线下的这个品牌社区 慢慢做起来 慢慢做起来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逐渐的把我们的粉丝 培养起来 在互动的过程中 在培养粉丝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 包括啊 这些在对话过程中 我们发现的 这个粉丝他有什么的喜好 另外一点 在这些社交数据上 我们实际上通过 人与内容的关系 我可以获取很多的标签 当这些数据汇总起来之后 这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基于社交媒体的一个大数据 这些大数据 可以有效的 增强我们对这些粉丝 这些消费者的 更进一步的这种了解 当了解之后 我可以对他进行更好的细分 细分 然后回到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 这样一个更新化对话 那利用这个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循环 当然在新密集互动里面 绕不开几个 一个是微博的 当然微博已经火过好多年了 现在呢 虽然有点都下坡路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消费者在上面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扔掉 当然在上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做营销 推广 做CM 做这种发布会 甚至包括我们的这种危机公关 投诉等等 今天呢 我们主要要详细讲一下微信 我们再看微信上的这样一个互动 怎么来做 当然我们其实通过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左面右面 对于微信团队来讲 我们基本上利用这个呢 已经可以说 我有这个一个策划团队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微信呢 我们在传播效果上来讲 微信可能不仅仅是要有图文 还要考虑什么呢 语音 考虑视频 所以我们要有什么呢 有这种各种不同的一些 制作人员 这是我们说在这种 微信 运营团队里面 这样一个定义 最关键一点 是什么呢 企业在做微信矩阵 这种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去考虑 我们在整个的公众号上的 这样一个定位 首先一个 现在很多企业 已经在比较困惑说 叶老师说我们 到底做订阅号呢 还是做这个服务号 服务号 它实际上 现在已经 微信团队也都给开放了次次的这样一个权限 也就是说你一月可以发字字 订阅号 对于服务号来讲 唯一一个优势就是每天可以群发一次 那服务号呢 比订阅号有更多的优势 比如说包括它的九大接口 可以有效的获取 这些粉丝用户的这些信息 包括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语音啊 各种素材的接口等等 甚至包括现在又更多一个什么呢 微信支付的几个接口 类似这些接口实际上很多企业在讲说 我要不要只做服务号 还是我同时做订阅号和服务号 那如果同时做了订阅号和服务号 这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简单的展开一下就是 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微信矩阵 到底怎样来规划 那里面有什么样的技巧 首先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叫主号负号的这个概念 就是你可以有两个 如果有一个当然就不分主号负号了 就是一个了对吧 那如果我们说 有两个号的话 你要去分 你去定位好 哪一个是你的主号 哪一个是负号 我们前面讲 说当你是以品牌 比如说可能你下面有很多子品牌 其他的子公司等等 那我在集团层面 我主要做什么呢 做品牌宣传 做关系 做这种媒体等等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以订阅号为主号 那如果说 我的企业里面 有一些这种共同性的 比如说我要做电商 我也想做这个微信支付 好 你的订阅号是你的主号 你的服务号是你什么呢 是你的负号 所以这个主号和负号要区分开 主号就意味着你所有的主要的声音通过主号出去 负号呢 主要是来辅助你做共同性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的企业是什么呢 以共同性的 比如说我主要是以销售 以会员服务 以这种交互 以这个品牌社区 这种比较强的共同性的这种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应该以什么呢 以服务号为主 因为你不需要每天一发一次 我定期的一个之后发一次就足够了 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消费者跟我在互动过程中 要实现什么呢 共同性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要查询积分 我要去订航班 我要下订单 我要可能看一下我的快递都没到等等 基于这些呢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服务号可以是你的主号 或者说 服务号就是你唯一的公众号 那我们再讲 这是一个订阅号跟服务号的区别 我们利用这个 把主号 负号订下来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除了公众号之外 一定要去做什么呢 结合你企业的这样一个 业务的这样一个范围 一定要做一个或多个公司小号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 公司小号是什么东西呢 是你公司 用公司购买的手机号码 然后呢 用公司的logo 名字 或者是泥充 去建一个微信个人号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我是用公司的手机号码 然后用公司的logo 泥充 只不过是建了一个微信的个人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成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号 这个小号做什么呢 我们在做很多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出奖 中奖的结果 然后我要发红包 到微信群里 好 我在公众号发通知署 都要求消费者 加这个个人号 这个公司小号为好友 然后让这个公司小号的这个 来给他揉红包 然后给他做的什么呢 在朋友圈里定期的做 中奖的这个通知 用这个呢 你会发现 我把我的这些公众号里面的粉丝 逐渐转化一部分参加活动的 成为我公司小号的个人号的好友 同时呢 你把你的消费者 把你的客户名单 一个一个录到这个手机通讯部里面 然后同步 一个一个用你公司的话术去加好友 这样就把你公司的消费者的微信号呢 成为你公司小号的好友 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大家可以想到 比如说可以微信群 可以普通圈 可以做什么呢 不受公众号的这个群发限制的 一对一的互动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说用公众号加公司小号的 这样一个组合 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微信交互 当然了在这个交互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员工的 真正的个人小号结合起来 我们实际可以看到 从公众号 公众号可能会有主号 辅号 然后到个人这种公司小号 再到个人号 结合起来之后 你可以做很好的一些人人用销 或者做一个很好的实践用销 做一个抽奖货 各种这种传播活动 当你主号里面发内容出来 你的公司小号可以在朋友圈里 可以在微信群里来发 然后你员工的个人小号 员工号也可以去把你的这种 主号里面的内容也去做训练 然后同时再反汇到这个主号的这些粉丝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 微信矩阵 所以我们在讲 这个微信矩阵 是很多企业以前往往忽略的 以前企业往往忽略说 我开一个公众号 然后设计好 然后每天 或者定期跟消费者做互动 或者提供更多的 公众性的这些服务就OK了 实际上不一 不是这样 你可以完全有 主号 符号 然后我的公司小号 尤其是做零售的 公司小号可能更重要 然后再到员工的个人号 形成一个很好的矩阵 来为我们企业做这样一个什么的 性命体制这样一个互动 最近微信团队在朋友圈做一些这种限制 那实际上起因是因为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卖东西 它实际上是利用了好友关系来做这样一个电商的转化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在朋友圈里做这样一个营销 我们把它冲着为什么呢 基于好友关系的营销 我们这实际上是可以有效的去理解的 你不能去狂刷 但是可以做合规的合理的应用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把我们的好友 每一个个体都变成我们的渠道 来帮我们去做促销 做销售 做营销 做产品推广 当然我们说在朋友圈里面 我们个人随意地这样发一发 你是很难去跟踪这个效果 然后很难去做什么呢 系统性的管理 那对于企业来讲 这个全面营销 它可能做法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利用 微信矩阵 利用一些相关的搜射调节目系统 可以有效的做到一个成体系的人人营销 那整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是我们把这个微信局带下来之后 有我们的订阅号服务号 然后通过这些零售店面的导购 甚至我们的一些贴感粉丝 我们的员工 都可以在服务号来注册一下 进行营销自制注册 注册完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营销的代码 从主号分发下来的这个任务的图文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活动页面 可能是一个产品推广页面 产品销售页面 我去领取任务 一旦你有这个资质之后 你一领取任务 就可以带有你自己销售代码的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你把它融到你的微信群里 融到你的这个朋友圈里 或者单独发给某个好友 这些你的好友在点击之后的这些动作 购买的动作都可以识别出什么来自于哪一个销售代码 也就是说来自于哪一个人 通过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比较粗放的这样一个朋友圈用销 利用这个可以实现一个通过系统有效的做了一个体系的人人用销 这个人传播出去之后有多少人点击了 多少人点击之后注册了粉丝 这是一个粉丝转换率 然后有多少人购买了 打开点击浏览等等 我把这些转换率都可以有效的记录到系统里面来 因为我通过这个页面通过这个它的销售代码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同时识别来自于哪一个营销员转发出去的 那基于这个可以每月进行什么呢 反点反例的结算 当这个体系有效的运转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实现了一个什么呢 基于移动社交的 基于微信的 基于各种好友关系的这种直销 这种人人用销体系 是给我们尤其是零售企业 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方式 在互动阶段 我们最后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也很有意思 就是企业如何把我们的粉丝变成我们的自媒体 这很关键 因为企业做自媒体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让我的高管 我的团队 我的个人 我的员工 都去发那个微信 都去开一个公众号 然后有粉丝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传播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从B2C的这样一个模式 很多企业说我做自媒体是不是就这样做 但实际上 真正的企业的自媒体应该做什么呢 做粉丝的自媒体 烟财大约成 那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是做一个活动 然后呢 让粉丝来参与 来把它自己最有意思的 最想说的一句话 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 这只是第一步 就是让他 让粉丝来创造内容 粉丝自媒体 最关键是什么呢 把你的传播渠道 都变成粉丝的传播渠道 这个怎么理解呢 好 我们以前所有的线上的传播渠道 我们打了广告 我们买了很多传统媒体 比如说有电视的 有鲁牌的 有各种这个其他的这种 然后再一个呢 我们可能还会在社交媒体上 也买了一些广告位 然后我们在线下门店 也有很多海报 好 这些所有的这些媒体 都打出一部分来做什么呢 做粉丝自媒体的秀场 粉丝自己说了很多的内容 好 我挑出最有意思的一些 定期的在我的渠道上来公开 作为粉丝自媒体 发布的那个渠道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客户 银台大学宠 他的做是什么呢 是让粉丝说了这些话之后 挑出几段来 然后定期把整个银台的 公交车这样的这个广告牌 都买下来了 买下来之后呢 拿出30%的这个广告牌 放粉丝说的内容 这种女后发现 很有意思 这个粉丝懂公交车的时候 发现 我说的一句话 居然上了公交车站的广告牌了 她可能会做什么呢 她一定会什么的 拿出手机来 拍下来 然后到微博微信 都要转发一圈 然后甚至打电话说 说我的名字 上了公交车广告牌了 那下个月 又一批再上去 甚至呢 你还可以再进一步 说是不是可以将 这个你社区里面 这样一个自媒体的 一个二维码的形式 也可以公布上去 让粉丝 跟粉丝之间 可以什么呢 加好友 进行关注 进行这样一个交互 那你会发现 粉丝因为通过你的渠道 把它的内容传播出去 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或者这种粉丝之后呢 它的粘质度 中重度 还有呢 它的参与度和贵族感 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再讲 企业的自民体 更多的应该是 粉丝自民体 而不是我们企业的高管 和不断的去发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粉丝参与程度 远远不如 我们的粉丝自民体的参与程度 所以这是一个 在互动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的 让我们的企业的粉丝 变成我们的自民体 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意见